中文字幕——YK 怎样的起起落落 当我们在2012这个特殊的年份 再去回溯整个电影发展史的时候 又会产生怎样的独特感受 电影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 它对人类的进步又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 当电影发展到今天 又有哪些影片是注定要载入实测的 2009年的时候 一个德国导演他在美国 制作了一部著名的影片 片名就叫《2012》 恰恰今年就是2012年了 所以2012年是一个很焦虑的年份 我们在今年84届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上 我们可以感到这样一种焦虑带来的后果 腾讯微讲堂 邀您一起解读电影档案第一集 2012是个焦虑年 好 各位网友 欢迎大家来到微讲堂 今天是由我来给大家讲一下电影的故事 那么我们是从电影档案的这个角度来讲的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会在这个讲坛上面呢 听到一些关于电影的非常不一样的 小的或者有趣的或者古怪的故事 那么可能有一些大家有所了解 有些可能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认为在今天呢 我们已经需要对电影有跟过去不一样的见解了 因为毕竟电影越来越多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边来 如果说我们十几年前在中国有很多电影观众 并不太通过电影院去看电影的话 那么在今天看电影重新成为我们的时尚的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觉得有需要重新来了解电影的问题 那么在2012年讲电影呢 是一个有点特别的年份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知道在2009年的时候 一个德国导演他在美国制作了一部著名的影片 片名就叫2012 恰恰今年就是2012年了 它是关于一个世界末日的故事 所以在从去年年底到现在这个时间里边呢 不断的又有朋友把这部电影拿出来看 然后呢 他们还会有时候找到我 问我说 这个2012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会不厌其烦的跟他讲一个道理 我说对不起2012是一部电影是一部科幻片 灾难片你干嘛把它跟现实分不开呢 但是他们还是觉得坠坠不安 当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理解大家这样想 因为我们知道2012年里边他讲到了关于马亚人的预言 他说2012正好是一个纪元的结束 那么在新纪元到来之前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会不会是各种各样的灾难呢 这个导演艾姆里奇 他是把这种人类对末日的思想变成了一场可怕的梦境 有时候我们感觉看电影的时候跟做梦是非常相像的 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 就是当你进到电影院里面去的时候 你很像是把眼睛闭上了 周围变得很黑 你开始进入一个梦乡 然后在黑暗当中会有一束光打的荧幕上边 然后这个荧幕上面投射的可能是我们内心的一种东西 2012恰恰就是把这样一个我们经常会有的梦 叫做噩梦的东西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逼真的现象 如果我们只是在书上看到马亚人这样讲 如果我们只是在一些科学家的著作里边看到 关于地球如何毁灭这样的一种描述的话 我们可能觉得无动于衷 但是当我们坐在一个巨大的荧幕前边 看到那些非常逼真的灾难 一一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 你心里面还是会有点害怕 所以很多朋友他跟我讲说 我也知道甚至连美国的宇航总局 就是那个著名的NASA叫NASA的 他都已经解释过了说 2012年不会有任何事情 大家一定要放心 但是这并不能缓解他们想到这部影片时候 带来的一股焦虑 他们会觉得说 万一呢 万一是真的呢 因为自然科学提供给我们的 看到这个世界上边很多著名的 真实存在的事物都消失了 比方说在里约日内卢 那个著名的耶稣的石像 他倒下了 比方说 我们看到米克朗切罗画的天顶壁画 那个上帝创造亚当那个画 我们都知道在会话当中 有一个很经典的特写 就是上帝的手指 几乎要和亚当手指碰在一起 这也是按照基督教的观点 是上帝把灵性给人的 给人类的那样一个瞬间 但是很有意思 当这个建筑物坍塌的时候 那个导演非常坏的 让那条裂缝 正好是从两个手指中间 这样斜着裂开 对于了解西方文化的人 特别是了解基督教文化的人来讲 这个场景是可怕的 因为它把这样一个神学上面 对人类的支撑给否定掉了 而这一切是通过电影的手段来完成 我们知道人类是一个 所谓文化的生物 那么当你在眼前看到 一个特写镜头 把你的这种文化上面 给你断掉的时候 你是会觉得可怕的 所以虽然我们讲 它是一个科幻片 但是并不能让我们觉得说 彻底的缓解掉我们的焦虑 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么还有一件事情 在2012年谈电影的 是对中国电影格外有意义的 那就是我们知道 在前不久的时候 中国和美国之间 达成了一个 关于电影行业的协定 我们看一下 美国当地时间的 2月17号中美 就电影的这种贸易问题 达成了一个新的协议 中国政府同意 在现在每年引进20部 美国影片的基础上边 再增加14部 但这14部主要是3D的和MX 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说一个剧目的电影 这14部的进入 给中国的广大的电影市场 等于是注入了一支生力军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在建的电影院非常多 这个蛋糕呢 这个市场蛋糕呢 是越做越大了 但是我们会发现 尤其是很多新的影院 它都预先的安置了3D的设备 甚至在一些大城市里边 也都慢慢的开始兴起了 一个建剧目的这样一个热潮 剧目这个MX公司很有意思 它在加拿大成立 但是呢 它长期以来并没有赚钱 什么时候开始说赚钱了 就是中国人开始喜欢看剧目的时候 他们突然发现说 他们大量设备可以卖给中国 所以市场做大了 但是还没有足够的蛋糕进来的时候 美国人说好 我给你蛋糕 但是我要怎么样呢 我要拿走我的资金 于是在这个协议里边 还有一笔呢 就是他们的分账比例 过去每一部分账影片进入中国之后 他们要拿走13%的票房 现在是拿到了25% 相当于翻了一番 然后美国有一个著名的财经类的公司 彭博 Bloomberg 然后他们就发了一条标题 说好莱坞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中国的市场里边来 成功的进入 打开了这扇大门 美国电影人一方面感到非常高兴 说终于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产品进入中国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我的一个美国朋友他跟我讲说 其实很多美国产业工人并不高兴 我指的是电影产业工人 为什么呢 他说如果一旦中国市场变得这么大 那么会有很多美国公司到中国来设厂 他们的很多工作会放到中国来制作 那么带来情况就是可能美国工人有一部分要慢慢失业了 这个情况很有点像我们今天拿到一部著名的一个手机的一个厂商一样 他的很多工人我们都知道是在中国 所以美国实业界对这个事情并不是完全感到愉快 可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电影人对这件事情是更有压力 我们说喊了多年狼来了狼来了 这次真的来了 如果说在2010年的时候 或者说在2012年之前 我们会发现中国电影和美国这些大片或者剧片 它可能会处到不同的一个市场划分上面 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人群不一样 我们可以用我们本土的题材去想办法跟好莱坞的那种大片拉开一种距离 这样赢得我们的观众 但是到了2011年的时候 我们发现一个事情出现了 就是中国的本土大片不单输给了好莱坞的大片 那么连中国的中小成本电影也遭遇了美国的一些引进影片的这种冲击 它可能不是分胀制 它可能是那种所谓的批片 这是一个这两年刚刚出现的一个词语 就是说我们完全把好莱坞的这个影片的版权买断 然后我不给好莱坞分账 然后我自己去自负盈亏 像这样的一些批片好像也在慢慢的侵蚀中国电影的市场 以及争夺中国电影的观众了 这个情况又该怎么办 所以2012年是一个很焦虑的年份 而且这个焦虑既属于中国电影人 也属于我们发现很有意思 一部分美国电影人 在这样一种焦虑的情境下 或者说多多少少的我们都受到这样一种暗示 就是2012可能是某种特殊的年份 虽然这个并没有得到物理学的一个支撑 但是我们在今年84届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上边 我们可以感到这样一种焦虑带来的后果 那就是我们开始怀旧了 就是我们对现实越焦虑的时候会有两种人出现 一种人是往未来看 他认为说未来会更好 但是绝大多数人是倾向于怀旧 所以在第84届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上面 出现了两部大赢家的影片 一部是美国所谓新好了屋的领军人物之一 马尼西克西斯 他的作品 这是大导演第一次拍3D的电影 《雨果》 讲了一个叫《雨果的小男孩》 他阴差阳错地结识了世界电影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位人物 梅里爱 那么在这部影片放映的时候 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了 就是老的电影观众和晚近的电影观众 看这部影片所得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新电影观众看到的是什么呢 看到的是马尼西克西斯那种漂亮流利的运动镜头 因为镜头运动起来 所以他那种空间的逼真的感觉是格外强烈的 因为它是一部3D电影 看到的是漫天的飞雪 看到的是巴黎城那样一个像机械一样的运作 他们觉得说视觉上面很舒服 而那些老的电影观众 那些熟知电影史的观众 或者这部影片当中看到太多自己熟知的影片的经典桥段 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他旁边的这幅照片 出现在1923年的好拉乌的一个末片 一个动作喜剧片叫做最后的安全 我们左边看到的是余果的海报 小男孩正在大钟的吊臂上面挂着 这个场景实际上是在1923年那部影片当中第一次在电影史上被大家记住 而且在此后的很多电影当中它一再地被重现 每一次重现都是像1923年这部著名的喜剧片的一次致敬 现在余果这样一个鼎鼎大名的 在世界上已经是一线的这样一个导演 他在晚年创作第一部3D电影的时候 他也要来像1923年的这部末片致敬 这里边的意味非常深远 不但如此 在另外一部得到最佳影片和最佳男主角的法国电影当中 这部电影都知道叫艺术家 我们也看到了这种致敬的意味 它完全采用的是末片的形式 我在这里需要解释一下 很多朋友问我说 我看艺术家的时候并没有感到是末片 因为他始终想着音乐 事实上在最早的末片开始放映的时候 当时的电影人也是尽可能地给那些影片配上音乐的 有的时候他会叫一只乐手 你在旁边弹弹钢琴 拉拉小提琴 有的时候他会放一张唱片 甚至有的时候他会把几个演员放在荧幕后边 他说来我给你台词 当荧幕上面人张嘴的时候 你也跟他说话 他用这种方式来给那个末片配上声音 所以我告诉大家 我们学术千里边人经常干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有时候需要看一些末片 当我们在看那些末片的时候 我们会告诉身边的人说来让我们一起说话吧 因为如果不说话 我们只是看末片不配音乐的话 末片会让我们昏昏欲睡 那么上一次奥斯卡奖把大奖颁给末片 还是在1929年 很遥远的一个时间 那么时隔几十年之后 再次出现了一部用最新的技术完成的末片 就是艺术家 是法国人向美国二十世纪的末片致敬的这样一部影片 他把故事发生背景安排在了好兰屋 安排在了洛杉矶 而且在完成这个事件的时候 导演非常用心的把电影摄影的技术指标给变了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一般一秒钟里边 我们会看到二十四针画面 二十四格胶片 但是在这个里面 导演说来 让我们把每秒钟的画格数降成二十二格 但是放映的时候 他说让我们恢复每秒钟二十四格的这样一个速度 为什么呢 因为这恰恰是当年末片拍摄的时候会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当时每秒钟是十六格 所以到后来我们用比较先进的放映器去放的时候 每秒钟是二十四格了 于是那些动作就变得有点快的夸张 现在这个导演说 我不需要那么夸张 你要给我一点那种夸张的感觉 或者说给我一种味道 让我回到那样一个末片的节奏里面去 一个法国人 一批法国电影人居然有这样的用心 然后这部影片一下子就斩获了美国电影观众的心 他在国际上面已经获奖无数 说实在话 当时我和我的很多朋友都一则说 他在奥斯卡奖上面可能没有这么好的成绩了 因为他并不是特别出众的在艺术上编的一部影片 但是我讲了 他这种怀旧 他这种质疑 深深打动了美国的电影评委 所以他们把最重头的几个奖 包括最佳男演员奖 最佳影片奖 全部给了艺术家这个影片 这两部影片里边都告诉我们这样一种信息 那就是它是关于电影的电影 或者甚至可以说它是关于电影档案的电影 关于电影史的电影 随着这两部影片在国际上边的巨大成功 我们中国的电影人 包括创作者 包括观众 包括研究者 都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中国电影下一部 在创作的时候 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增加一点对电影史的了解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打开电影的档案 有人甚至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不了解电影史的话 那么他永远看最新的影片 实际上他的电影的知识上边是积累不够的 或者我们说的在实际一点 就是他没有办法在看电影的时候 获得足够的快乐 这就好像我们今天在看另外一些艺术样式的创作 比方说像哈利波特这样的小说 如果待会多了解一点西方的希腊神话 或者中世纪的歧视文学等等 那么你在这一部小说里边 你会获得更多的快乐 因为你会觉得你碰到很多老朋友 那么我们今天中国电影观众 就缺少这样关于电影的老朋友 所以我们经常会觉得说 这部电影好新鲜 我们今天经常在电影院里面 看到这样的关于中国电影的宣传说 它是中国电影史上首部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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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实际上对于老的电影人 电影迷来讲 他们会在心里面觉得有点点遗憾 因为实际上虽然中国电影 不像世纪电影一样 有那么长的历史 它少了大概十年左右 但是中国电影人已经在历史上面 也做了很多很多尝试了 如果一个人今天要说 他做的是首部中国的生命片的话 说这话是一定要小心的 但是他为什么敢这样说呢 因为绝大多数我们普通的电影观众 可能不了解这些中国电影的故事和档案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从这样一个档案的 看起来非常学究的角度 去重新看一看电影史 所以2012年 如果有一天会重新书写在我们的电影史上边 中国电影史上边的话 他可能会说 这一年是中国电影观众开始意识到 我们要把眼光投向那些比较遥远的 电影档案的那样一年 那么我也可以说 这是电影观众开始成熟的一年 电影不同的属性会给电影的制作 带来不同的效果 那么电影的属性究竟有哪些呢 它们对电影的影响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北京师范大学佐恒副教授将为您继续讲述 电影档案第二集